日本经济的解析一 昭和幻梦的辉煌 大家好 欢迎观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Markets的助理分析师Nio元 时事造英雄 时代也会改变人 日本可以说是世界上大多数激进学家 都在研究的一个经济体 然而我们发现 教科书上的经济学解决办法 在现实中可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蝴蝶效应 而日本就是其中最典型的经济学 但是不是唯一的例子 二战结束之后 在1945年开始 美国对日本进行了占领和管制 当时苏联虽然也想进军日本 但是被美国单方面拒绝 最终由麦克阿瑟带领部队进军日本 在一系列的帮助和改变之下 成功地让日本从军国主义走向了民主化 此时日本处于经济的复苏阶段 各行各业开始实施重建 但是起色并不是很大 因为当时国内处于战后的冷静期 各行各业都处于没有活力的状态 然而事情在1950年发生了改变 在6月25号 美国发动了朝鲜战争 突然之间 日本就成为了美国的后备工厂 外需急剧扩大 出口业一夜之间如虎如荼的开始了 此时日本所处的经济状态 就是在一个重启阶段 物价水平低廉 人工成本低廉 在这般得天吐厚的情况之下 日本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世界的工厂 在1950年到1970年 日本的人均GDP水平激增 快速地从战后的低迷中脱颖而出 然而有意思的事情 早刚刚开始 在1973年和1978年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中 第一次石油危机是因为中东的战争爆发 为打击以色列以及其他的支持国 石油输出组织阿拉伯成员当年在12月宣布收回石油的标价权 油价开始暴涨 从十几美元每桶涨到了六十几美元每桶 第二次是因为伊朗革命 油价从六十几美元涨到了接近140美元 两次的石油危机造成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 而日本作为石油的进口国 自然日子也不好过 造成了输入型的通货膨胀 当时的石油需求急剧减少 大家都不愿意去卖石油了 导致了很多行业的停滞 经济水平的再次下滑 而此时成本低 技术好 并且省油的日本车就得到了青睐 日本出口车在这个时候 真正意义上的走上了全世界 反观当时的美国 保罗沃克的激进加息 导致了美元的极其升值 而且还出现了严重的通胀问题 在汽车方面 出口更是变得生意惨淡 并且为之后的美国汽车制造业 一蹶不振埋下了伏笔 于是在这段时间 美国就开始了对日本进行大大小小的贸易战 例如增加关税等等 其中美国也明确了一个目标 就是让美元贬值解决巨大的贸易逆差问题 于是在1985年签署了广场协议 德国、日本、法国、英国开始快速抛售美元 导致美元的快速贬值 日元的急速升值 然而这也仅仅只是蝴蝶效应的开始 在当时 日本的国内情况是处于这样的 经济处于低迷的状态 日元进行了快速的升值 出口锐减 但是通胀还是处于比较相当的一个稳定情况 物价水平还不错 于是在经济学课本上都可以找到模板一样的解决方法 那就是进行降息 降息可以刺激经济 刺激投资 消费 可以让日元贬值 刺激出口 造成的后果 就是物价会为之上涨 这样的做法乍一看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关键的就是 这次降息降得太久了 当时的利息从一下5%降到了2% 非常低的利率会导致借贷的上升 大量现金都流入了市场 在当时有钱了没有太多的去处 要么就是买股 要么就是买房 在天时 地理人和之下 房价和股市像坐飞机一般的上涨 同时 日本金融市场的开放 间接导致债券市场的开放 因为大家的融资方式开始了转变 从最初的贷款而转为了发债 这就导致了银行出现了放贷危机 没有人来贷款了 怎么办呢 只能降低放贷的门槛 给很多信用评级很差的人 或者公司进行大量放贷 当时的贷款基本上都是抵押贷款 原因就是当时四个人都在买房 这又造成了一个信用膨胀 借出去的钱再回到股市和楼市 相互套瓦 再加上银行本身也买股票 到后来银行和公司之间 相互之间持有股票 互相推高股价 造成了房市股市飞速发展的假象 这也是我们后世所说的资本泡沫 这时候全部的日本国民 都处于一个浮躁的阶段 钱来的实在是太容易了 于是卖掉日本 买下美国的昭和幻梦 就这么开始了 从1986年到1991年 日本的海外投资总额 达到了近4000亿美元 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 并且快速在洛杉矶掌握了 近一半的房产 但是在80年代末期 日本拥有了全美近10%的不动产 1989年9月 索尼公司以34亿美元的高价 买下了哥伦比亚影片公司 后更名为索尼影响娱乐公司 不久松下电器产品 又收购了美国音乐公司MCA 在这样的节奏下 大家都太有钱了 然后又不知道干什么 就催生出了一系列的产业 首先就是日系的改装车 关东地区的Mind nightclub 他们以超过3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而闻名于是 更是可以做到十几分钟 不再缓游的 放到现在也是无比震撼 弯岸线上的少爷们 不上线的预算 加上大厂技师 设计师亲自的下场 造就了一台台的性能怪兽 当时的那些人 追求的并不是多么华丽的飘移 而是简简单单的做DAS 速度就是一切 而在这个时间段 Top Secret RE羽工 Trust Grady 等改装品牌开始兴起 后来Top Secret创始人 永天荷叶 更是创造了380公里每小时的公路急速 更是让GDM改装车闻名于是 还有就是日本的公关俱乐部 和普通的陪酒类似 又有不同 主要是和客人聊天唱歌 主要的目的是让客人感到放松和享受 公关们要确保客人不会感到沉闷 在金钱的催事下 越来越多感到空虚的人们爱上了这样的生活 也就造就了日本的公关文化 最后就是赌博 日本的薄青哥行业在那个时期也是风靡全国 哪怕到现在薄青哥也占了日本GDP的6%左右 然而好景不长 后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让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就等下一次和大家逐条分析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加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